好 这位网友在知名的拍卖网周上头 看上了这一支二手的iPhone 4 想说呢 用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赶快买 没想到收到货 竟然打开变成这副模样 你知道吗 外壳的英文的i 诶 怎么不见了 连视讯的镜头位置也偏一偏 原来他买到了山寨版 一张张最夯 iPhone 4照片看了好行动 一名网友上知名拍卖网 看上这支二手iPhone 使用三个月16GB才18000 二话不说就下标付款 但网友收到货品 打开一看脸却绿了 看来看去买来的iPhone 怎么只敢跟原厂正品差那么多 明明网拍页面上都是正品照片 写着原厂保固 网友还跟卖家用视讯确认商品 但最后拿到的却是一支3000块的山寨机 仔细瞧瞧这桩iPhone的外壳 i跑到哪里去了 这样还不打紧 iPhone 4正面的视讯镜头 诶 怎么位置跟正版货都不一样 盒子打开看到 里头使用手册居然写着Airphone 网友才惊觉自己被骗了 打了电话给卖家 却得不到回应 最后只好报警处理 誓言觉得要把18000块给要回来 中文新闻菜场刚 林博鱼台北报道 好 好 好